现代的鰻鱼工作 时长生活做起不正常 或是大鱼大肉 就容易罹患三高等问题 而老人家用意身体机能不如年轻人 因此罹患几率就更高 有健康管理师建议 老人家要时长注意自身的血压 如果有高血压的情况 就要立刻就医 避免慢性疾病产生 南投县的长辈 因为他们多半都是有罹患三高 所以希望说他们从凉血压开始 可以注重自己的健康 比如说像血压高的话 他们就可以了解 血压有头晕的状况 不舒服的话就要来看医生 那我们希望说就是 血压高的人可以持续都来看医生 就是做稳定的监控与控制这样 我们这几年来都一直在呼吁 我们这些所谓的乡亲 注意到我们健康的问题就是三高 三高就是高血脂 高血糖 高血压 那无形之中 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 我们三高的情况 就在我们身体里面发生 一旦我们得到三高 我相信对我们本来 我们身体的健康 真的影响非常大 现年老年人口偏多的情况下 各社区都会设立公怀据典 并提供量血压的服务 甚至卫生所及社区医院 也有提供相关的服务 医院许舒霞也呼吁 除了生活作息要正常之外 也能利用空闲时间前往测量 注意自身的健康 过得健康又平安的生活 社区里面有关怀据典 我们里面也有很多这些朋友 在平常在帮我们摁血糖 这些是量血压 这些是卫生所也有我们的志工 秀传医院也有我们的志工朋友 我相信这么多的这些 爱心的志工们 还有我们这些医护人员 他们就是时时刻刻 在关心我们的一个健康情况 所以在这里也 呼吁我们这些所有的朋友 不要忘记 真的如果时间 如果有够了 大家平安市 就是要定期来做一个身体的检查 预防生理治疗 呼吁大家一起来 重视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 70岁以上政府都有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 下年可以检查一次 临近卫生所及社区医院 都有相关的服务 而预防剩余治疗 一掌何胜峰也呼吁相亲 平时的身体健康就要注意 不要等到三高 或身体症状出现问题 才在就医 到时就必须花更多时间治疗 而得不偿失 明映新闻 中博军 主持人 长博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